第二次提 有一物体重量为13公斤重 静置于水平桌面上 若物体两侧分别施以在同一直线的水平作用力20公斤重和15公斤重 发现物体仍静止不动 如右图所示 则该物体所受摩擦力的大小为下列合者 我们看到它静止不动 表示它合力等于0 可是左边一个20 右边一个15 就显然合力不会是0 因为必须左边等于右边合力才会是0 所以我们的右边就少了一个5公斤重的力量 这样子我们才会让左边跟右边相等 那么这个5公斤重就是我们的摩擦力 所以第二次提问我们说 则该物体所受摩擦力的大小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C 5公斤重